耶伦计划访华 但现在耶伦面临四面楚歌 怎么办 最后还是要中国提供帮助 可是中国不是慈善机构 更不是冤大头 有什么必要救美国呢 如果要说近期美国政府谁最忙 很有可能是美国财长耶伦 甚至于说忙还不够贴切 应该说是交头烂额才对 不久前耶伦才表态 希望自己能够访问中国 而中国商务部方面也表示了欢迎 表明耶伦要访华还是没问题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耶伦还未访华 先要面临四面楚歌 美国财政问题是很严重的 1月中旬 联邦政府的债务 抵达31.4万亿美元的上限 这表明美国政府不会有多的预算了 只能消耗手头的现金 根据耶伦此前的说法 就算采取非常规手段 这批现金大概也只能挺到今年6月 而且就算国会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 让美国政府有了更多的镜像 耶伦恐怕也很难高枕无忧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有了新债务 谁来买 谁敢买 经过美联储多伦加息 当下美元利率达到了5% 而且不排除升到6%的可能 但美国国债利率根本无法高到这种地步 届时就算有美债 恐怕各个金融实体 也会选择敬而远之 买了很有可能赔钱 所以事实上 美国当下的财政问题 很有可能根本无解 耶伦还未访华 先要面临四面楚歌的窘境 当然耶伦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 如果能够促使几个主要的美债持有方 不要抛售美债 或许美国还有旧 当下最大的美债持有国是日本 持有美债超过万亿美元 去年因为美联储接连加息 给日本构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于是日本选择抛售美债 一连抛出了数千亿美元 给美国构成了不小影响 为此耶伦选择和日本对话 虽然确实使得日本短暂增持 但是如果因为美联储的原因 使得日本经济进一步受挫的话 不排除日本还有大规模 抛售美债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 第二大美债持有国是中国 考虑到美国过去几年 对中国的所作所为 耶伦很难想象中国会出于何种原因 选择不抛售美债来保美国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耶伦想要访华了 首先是希望中国不要抛售美债 再者是希望借助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降低美国自身的压力 那么问题来了 中方需要帮助美国吗 或者说 中国有什么必要帮美国吗 中国过去几年也遭遇过一定险阻 绝大部分都是由美国一手炮制出来的 即便一些不是美国制造出来的 美国也扮演了说风帘话 甚至落井下石的角色 一直到现在 美国都没放弃打压中国 比如近期就有消息称 美国政府打算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 现在美国财政遭遇严重困难 中国完全有理由继续抛售美债 作为对美国过去几年所作所为的回应 哪怕不这么做 作弊上官总是可以的 中国不是慈善机构 没有义务救美国 当然从商务部的表述来看 早就洞悉美国当下困难的中方 仍然欢迎耶伦访华 这就证明中方 可能还是愿意为美国提供帮助的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 毕竟中方不是美国 不喜欢见死不救 更不会落井下石 更重要的是 以美国经济和美元当下 在全球市场扮演的角色 美国遭遇到困境 很可能会给本球不太乐观的全球经济 带来新的影响 基于这些原因 中方或许还是愿意为美国提供帮助 但是眼见这一切 一个过去几年遭到美国权力迫害的中国 如今却成为美国最大的救星 美国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吗 如果美国真的理性一点 也该从此事有所出动 意识到不应该再针对中国 中国已经足够强大 而且是救过美国的一方 无论美国有多么想打压中国 并维护自己的霸权 都不应该再对中国展开敌对行动 但是美国能够醒悟吗 这一切恐怕只有美国自己知道 美国拜登政府近期在对华态度上反复横跳 时而友善 时而敌一连连 中方已经给拜登递上台阶 美财长好不容易得到机会 却犯了个大错 日前因美方在对华态度上极度不负责任 做出许多不当事情 中美两国关系受到了一定消极影响 而在这个时候 却突然传出拜登改口了的消息 综合有关消息的说法 美国领导层正在想办法与中国恢复对话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考虑到当下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 金融问题等多个涉及经济领域的危机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有可能的 美国财长耶伦还在苏黎市 和中方举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晤 要知道美国面对中方时 往往会泛望图 从实力角度出发 和中方对话的老毛病 能够选择低下其高贵的头颅 用朴素友善的态度 和中方展开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我们也能感受到美方在经济上面 确实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 美国当下确实对中方发出了缓和信号 日前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已经明确改口称 自己不想和中方起冲突 此外不仅有消息称拜登试图挽回布林肯访华 而且耶伦已经明确表示 自己仍然希望访问中国 那么中方对于美方的诉求 又是个什么态度呢 对于布林肯访华 中国外交部方面被问及有关问题时 态度略显冷淡 仅仅表示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 也就是说 中方这边可能根本就没有接待布林肯的意向 而对耶伦 中方的态度就显得友善得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述绝挺表示 中方对耶伦希望访华持欢迎态度 并强调中美双方保持沟通非常重要 这是个很有趣的信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布林肯是国务卿 国务卿是美国国务院的负责人 美国国务院就是美国最高级别外事部门 他如果访华 那么和中方谈的 更多就是中美关系宏观上的议题 是关乎中美关系整体基调的 而耶伦是财政部长 他和中方对话 是不可能对中美关系起到整体上的作用的 只能够谈涉及经济 财政方面的务实议题 以当下的中美关系来讲 应该是在通过布林肯访华 和中方达成一定共识 让中美关系呈现出比较友好的氛围前提下 在由耶伦访华 进而讨论中方 能够为美国经济提供怎样的帮助 但是中方对于布林肯访华态度冷淡 却对耶伦表示欢迎 这至少释放两大信号 第一 中国可能并不认为布林肯访华 能够对中美关系带来什么积极影响 来或者不来 没什么差别 中方并不热切 第二 尽管中美关系谈修复还为时过早 但眼见美方当下的问题 中方或许愿意提供一定帮助 所以说尽管美国近期做出了一系列不当的事情 但眼见拜登改口 中方还是给了美国台阶 表示欢迎耶伦造访 供拜登下台 本来面子给到这个地步 美国不说感激涕零 至少也该有所感悟 重新梳理自己的对华态度 然而万万想不到 转个身 美国又做出了对华不友善的事情 而这次事件正是出自表态要访华的耶伦之口 根据新加坡媒体的报道 耶伦再次呼吁中国加快向贫穷国家 提供债务重组的支持 尤其是为赞比亚提供债务减免 他还称 要在不久后 于印度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 向中方提出要求 不知道耶伦是否没看到中方 给美方递出的台阶 转个身就说出这么不友善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 上个月 耶伦出访非洲期间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耶伦还指出 中国不减免债务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压力 中国欢迎耶伦访华 耶伦却呼吁中国减免债务 这种抗他人之楷的勇气 恐怕也就美国有了 美国自己债务问题严重 都快还不上钱了 还有心思管他国 非洲国家欠中国的钱 本就应该定期还款 如果实在还不上 可以自己来和中方谈 找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轮不到美国来过问 更重要的是 耶伦这么表态 根本就不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 而是因为从去年开始 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在非洲 和中国竞争影响力 这么说 无非是为了抹黑中国 在非洲的形象罢了 中国主动地上台阶 美国还做出这种事 美方的行径 实在是令人颇有 不识好人心的感觉 也难怪中方现在 对布林肯访华态度冷淡 因为事实证明 美国根本就不会放弃 针对中国 最近有点好睏 温暴 在南部就会给你 在南部就会给你 我 你 不